当地时间10月10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老挝万象 出席第27次东盟与中日韩十加三领导人会议 李强表示 过去一年十加三各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 同时发展也还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亚洲国家有共同的家园利益和机遇 更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面向未来 中方愿同东盟日韩等亚洲各国一道 束劳亚洲意识弘扬东方智慧 朝着构建一个和平安宁 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稳步前行 李强表示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 亚洲好世界才能更好 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努力 充分发挥十加三机制作用 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 推动地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一是持续营造地区良好环境 夯实合作的社会民意基础 二是持续提升地区发展韧性 提高区域产业体系稳定性和竞争力 三是持续激发地区创新活力 推动实施数字人工智能 绿色供应链等领域交流合作项目 与会国家领导人表示 十加三合作为维护地区稳定 促进地区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面临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契机 各方应紧密团结协调行动 坚持多边主义和亚洲共同价值 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全面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深化经贸金融数字经济 人文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 维护产供链安全稳定和韧性 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 为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和平 稳定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会议通过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 关于加强区域供应链联通的声明 稳定了 还记得不落后